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走马上任 任职不达典礼中 包括民政局局长蓝世聪 各区区长和市议员 以及在地南港区的多位里长 都到场观礼祝福 新任区长蔡明卢表示 将会善用南港东区门户的地理位置 结合在地人文和产业 带动南港的各项发展 无事已制成 课遵国家法令 南港区公所举行新任区长 任职不达典礼 在市政府民政局局长蓝世聪的尖交下 代理区长李林宏 将硬性交接给新任区长蔡明卢 过程圆满顺利 各区区长与市议员 及南港区的多位里长 也都到场观礼祝福 今天是八八节 所以先祝福大家八八节 这个护卿节快乐 在座辛苦了 所有的护卿 那这个我们也 谢谢我们蔡明卢区长 挑在这一天 这是他人生生涯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个他永远会记得 是在护卿节的时候当区长 所以回去要谢谢护卿 今天这个区长布达 是我任内 大概最后一次的区长布达 所以 好久点案对 这个蔡明卢区长 其实我要谢谢他 因为我当局长以后 他就在区长室 一直陪伴我 所以大概帮我处理很多 列管的事件 事情 还有公文处理 还有跨局处的处理 所以大家想象得到 局长该做的事情 他都做 所以其实 他也是类局长 类似的类 类局长 不是类史局长的类 在他身上我轻松多了 所以我们在座很多里长都很担心 我们下一个区长一直打听是谁 是不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跟王宣礼区长一样好的区长 是不是 我说一定会 一定会 找一个比王区长更温柔的区长过来 听说现在王区长回家照顾妈妈 照顾老婆 所以我应该说妈妈 大嫂你们辛苦了 我也借这个机会 我们勉励我们蔡明如区长 南港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区 是所有想要当区长的人梦寐以求的区 因为这个一个正在发展的区域 我们印象南港都是一个工业区 那现在我看他慢慢朝着香港的路在走 所以未来就跟香港一样 大楼林立是一个商业区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要转型 那其实南港也是一个里长最温暖的区 我觉得南港的里长 可能受到我们南港区的影响 我们以前都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认真理 所以南港的里长都很有人情味 所以我觉得到这边来当区长 我觉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这些很多很多的家人 对不对 我大家拍摸一下好吗 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掌声鼓励 我也拜托大家 就未来把我们的新的蔡明如区长 把他当成一家人 好好照顾他 那也勉励我们区长 这个对我们家人 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我们服务 服务要好 照顾要好 那我们希望未来 大家能够高高兴近的一起工作 很欢迎那个蔡区长到我们南港来 我们南港 如果你像先里区长这样做九人的话 我们南港的人口 可能会暴增一倍以上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也蛮累的一种工作 但是我们都刚才那个 区长说我们都和蔡可亲 和蔡可亲真好到底 我们一起来共同为南港来打拼 在这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蔡区长 这个我们蔡区长 协市能力相当有经验 这个从市政府的地震处 一路基层走上来 从也在建设局当科研 在副政 副政事务所也担任过 所以在八九位的七长申请人员里面当选 那我想绝对有他过人之志 在这边我们里长也会全力来配合七公所 未来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为南港区来造福 非常谢谢大家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拥有地震专业背景 历任多个单位 行政资历丰富 未来将善用南港东区门户的地理位置 结合在地人文与产业 带动南港区的各项发展 各位大家好 今天刚上任非常开心 如果问对南港区有什么 因为其实台北市政府 当然我觉得区公所 等于相当于在地方的小市府 所以有跟民众有关的东西 都已经在区公所是窗口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最基础也有一定是为民服务 一定要持续做好 这是最基础业务 然后市府在这边呢 推行东区门户计划 即把南港整个的气氛啊 状态都翻转过来 我觉得未来当然就是 一定积极配合 继续推广这个东区门户 还有我希望说 因为现在越来越繁荣了 那看能不能够结合公司力呢 将我们地方产业啊 像是茶叶 或是我们一些人文 能够包装去 利用各种方法 像未来的明年的登节 然后我们有结合北流 能够让大家更知道 我们南港地方的进步繁荣 那也希望各位乡亲的 能够多多协助 多多指教 其实我是中心地震 夜间部毕业 那我们那时候业大 你要中心的风气 就是台北法上嘛 就会学长进来 都会鼓励我们考公务员 那我大概大三就考上书记 就一路慢慢爬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考上高考 很幸运啦 然后工作运 我觉得真的不错 就是朋友跟贵人都很多 然后毕业后 高考以后 那大概就是有参加过 北二高征收 那时候二高刚开始 那有需要缺人嘛 高考过 然后我们就去做个征收 那当然啦 就是后来考量 全国性的共同 所以要全部四处跑嘛 那要照顾家庭 那有小孩 就又有机缘 就回到市政府 那那时候刚好 采购法刚开始 缺采购人员 我想缺人 那我就回来试试看 所以我才到动物园 去做采购 那因为这样到建设局 然后有机会再到民政局 大概是这样 后来有很幸运 参加花博的专案 然后才会认识一些长官 那就提拔 然后我到先到市长是当 也是当基要秘书 行政秘书 就是做公文这些考核 然后才又再继续回民政局 在各界的祝福与期许下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将带领区公所团队 共同努力打拼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运用东区门户的各项资源 来带动南港发展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南港区玉城里 庆祝父亲节 在喜口廊道异象舞台区 举办一场文化在巷子里的活动 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TSO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出 周边也安排视障按摩服务 以及各式活动 吸引里民们到场参加 度过快乐的假日夜晚 祝父亲节 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在里内规划了一场 文化在巷子里的音乐饗宴活动 特别邀请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TSO青年管弦乐团到场演出 吸引许多里民前来欣赏 周边也安排视障按摩服务 与南港分局的青春专案宣导 台北市政府有一个 文化在巷子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有申请 那今年是台北市交响乐团 所以等一下七点半到八点半的 今天的重头戏文化在巷子 然后我们结合文化在巷子就希望有个多元化 复合式的活动 所以我们五点开始有安排视障按摩 免费我们有设定一个主题 庆祝父亲节 因为父亲节八月八号嘛 我们庆祝父亲节 父亲节然后请爸爸来这边免费视障按摩 还有益检 请南港社区大学免费益检的活动 视障按摩 每年我们都预约他们 都是一些我们的视障的团体 视障的团体需要就是高光怀的族群 他们有一剂之长 真的会按摩 我们每年的活动 只要有大型活动 我们邀请他们 然后我们付费给他们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请他们服务 他们派出五位 然后服务三个钟头 我们每月里面可以有 可以有十到十五分钟的按摩 主要鼓励他们 鼓励这些视障的族群 高光怀的族群 对他们拥有一剂之长 来现场来展现他们一剂之长 还有益检是南港社区大学 他们也是免费的 他们派出八位 他们开课的老师带着学生来 我觉得社区的融合共融 这是未来一个实在的趋向 那我们来发放父亲节礼物 那今天父亲节礼物非常棒 是一个电动修剪鼻毛器 这个都很喜欢 那来到现场我们就发放两个包子 两个包子就是解解机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因为我们玉城里的礼长 黄礼长 他平常跟我们配合得非常好 那他今天举办父亲节的活动 那我们这次为了要跟他配合 跟我们的地方的里长来做一些 这个社区的一些反毒反诈骗的活动的宣导 那因为他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最主要这次今天的活动 就是要做我们暑期的青春专案的一些宣导活动 我们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重点 就是说有总共有五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青少年来接触这个新兴毒品 第二个要防止少年来参与这个炸妻集团 以及担任这个炸妻车手 那第三个就是避免儿少 遭到色情行业的利用或是私密影像 遭到拍摄或是散步 那第四项就是说我们要防止少年来涉足这个德州普克的赌场 或是来参与这个赌博 那第五项我们最重要也是说 要防止少年来深夜来留恋不当的场所 等等的一些偏差的行为 哎呀朋友 你没有这些经历 我懦弄你怎么出人头的 我不要空想出人头的 那万种高楼我们的早期 不要空想出人头的风口急 让海洋越游越想飞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吴世震 今天非常高兴到我们玉城里 来参加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 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 就是把音乐艺术家带到我们社区来 让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不需要舟车劳顿 然后也不用花钱 就请艺术家表演给我们看 这个真的当年 二十多年前 马市长的时候 我跟他争取的 当时的文化局长是龙印台 那他觉得很好 因为要不然这个音乐进 或者是戏剧 很难进到社区里面来 那老人家啦 小朋友要去那么远也很不容易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 既然有预算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表演团体 应该把他们请到社区来 那二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每年表演的节目是越来越多 这个把这个艺术带进社区 我觉得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 那每一任的市长也都觉得说 这个点子不错 一直进行到现在 那就是辛苦了这些艺术家们 也辛苦了我们这个 这个艺推处 艺术推广中心的我们的这个 同仁们啊 这个周末假日都没得休息 但是这个为了服务市民 他们也很乐意 把他们的这个才华表现给大家 我们的交响乐团不是军生修 是出国去比赛出国去表演 真的出国比赛 正确的 因为我之前是台北市政府做工作 所以我知道 我们的社交很厉害 所以今天 社区的交响乐团 来我们这儿育成 专门为各位VIP表演 这都是我们理中 给我们四郊协来 所以我们理中 今年就要给大家加油一个方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交通很重要 刚才理中到我的肥坎 我们在巴德路四段 跟中坡南路交叉口 那个斑马线 我们给它移到地区 热林班 热林班 要过去从这边 幻象这边过去热林班 本来斑马线是斜的 要过很久对不对 现在改职的 改职的 现在高中 因为里面 现在改好了 改好了 斜坡道还没有 斜坡道会再更新 因为斑马线 扭东 较安全 否则斑马线很长的 要过路的时候 多好 他的秒数会更长 所以交通需要到三天 台北市其实交通 很冷 但我们和里长来处理好 需要建设的地方 需要交通 够来俄准的地方 这次的活动地点是在喜口廊道异象舞台区 里长说经过多年逐步的争取改造 让夜间景观更有特色 电力与灯光设施也已经完备 将打造成台北市青少年艺文活动基地 提供青少年朋友免费来使用 本来这场地是一个山藏泥节水沟加盖 以前这边是一个山藏泥节水沟 我是汇集台北市1700公顷的一个 算是应该是雨水排放到这边来 然后进到益神抽水站 最后才排到基隆河 那我们加盖以后变成一个空间一个场地 那我们以前本来是没有舞台 我们当年也争取到一个现在 一个活动空间的舞台 所以从争取到以后 每年我们户外活动就在这边举办 那我最近也争取到刚刚看到的 现场的一个流出灯 这个每天晚上都开放 我们是去争取一个电表 一城里来付电费 然后让现场就是有流出灯 然后从晚6点点到9点半 我们来支付电费 其实这个地方为了这个 我也是费尽千辛万苦 所以终于我们柯市长认同这个理念 我们这个地方未来要规划为 台北市青少年艺文活动的基地 艺文活动的基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未来我们要宣导 这个地方未来要让青少年 免费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装设一些灯光影响 请水力助协助 所有的灯光舞台灯都已经加设完成 未来只要年轻人来租我们免费 我们一城里付电费 免费让年轻人在这个地方 有个活动空间 所以我们未来规划 这边是台北市青少年艺文的一个基地 活动的基地 就免费让像学生 高中高职学生 他们热舞社电音社 等等社团 他们可以来这边表演 免费提供场地 让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这是未来一个新的规划 音乐会中 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也播放中佳新闻 过去采访里长 为地方争取大小建设的影片 供里民欣赏 里长相当用心争取各项软硬体 来打造玉城里的愿景与特色 在这夏日的夜晚 微风的吹拂下 大家聚在一起 欣赏现场的音乐会 也共度了快乐的时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台北市新义区永春里规划了一场 谢谢父亲母亲的感恩乐活动 只要是涉及永春里 每户可领宣导品一份 前100名参加的人 还可以加码领到卫生纸一串 吸引许多里民前来排队 现场的气氛温馨热闹 新义区永春里这场父亲母亲 我爱您的感恩乐活动 参加的里民相当踊跃 活动还没开始 就吸引里民沿着骑楼排队 长长的人笼超过了100公尺 在永春里里长 许慧兰的用心规划下 只要是涉及永春里 每户可领宣导品一份 前100名参加者 还可以加码领到卫生纸一串 借此感恩辛苦付出的父母亲们 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我们礼上5月的时候 母亲节感恩活动月就延后办理 然后特别选在8月7号 这一天办个父亲母亲 我爱您的父母亲节感恩月活动 然后礼办特别精心挑选了 那个葵花油跟海盐 然后还有我们很实用的 卫生纸送给大家 我们都体会得出来 当爸妈的爱小孩子的那份心 所以我就特别举办了 这个父亲母亲我爱你的感恩月活动 然后当然也是祝福 爸爸妈妈父母亲节快乐 对就是鼓励大家能够 因为疫情关系 可能大家都闷很久了 然后接着这个活动 然后很多长辈也很早 8点就来排队了 然后特别准备了椅子 让他们坐在现场 可以大家互相的聊聊天 互相的问好 然后也可以互相的见面 真的是研究了很久了 因为要办活动 然后也考虑到李明在太阳底下 尤其是这种天真的很辛苦 所以就借了这个旗楼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现场的店家 他们的支持 当初跟他们商量的时候 他们全力的支持李办的活动 真的很感恩谢谢 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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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事了 我两个做了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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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美金姐快乐 好 谢谢 黄金姐祝你拜祝你好 你跟我说你今天去烈 加油 对啊 今天的保来音乐国秀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你好 王红威好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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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威 谢谢 谢谢 而适逢年底选举 各党派的市议员参选人与团队 也把握机会与民众互动 有搭配感恩乐活动赠送百米 还有各式选举小物出动 包括使用的口罩 面纸和扇子 让活动的气氛温馨又热闹 事实上很多女民因为都悶坏了 所以现在只要有活动 大家分很多女民都会参加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 李友里的建设基金 那因为这一年当中 其实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些活动没有举办 所以建设基金还是累积了一些 所以这次就会趁这个父亲节活动 多买一些物资送给民众 因为其实物资是最实在的 也是最实惠的 所以也因为是物资的关系 所以民众就排队排得很长 那这个时候也刚好是我们可以出来 好好拜票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其实 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还是同心协力 把疫情照顾好 然后让我们赶快恢复正常 因为好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送这个口罩给民众 然后因为我的口罩上面印了我的logo 但是我的logo很小 看起来很像是就是一个爱心口罩 然后很多民众看到就说好可爱喔 非常可爱 所以呢他们特别跟我 要了很多口罩去发 那因为我这个是双肛印的 因为有些口罩 它其实只是一般的口罩 并没有到防护的措施 那我这个是双肛印的医疗口罩 所以民众会更爱 那所以这个非常踊跃也非常抢手 其实现在因为疫情比较没有那么紧绷 那代表说很多人都愿意想要出来 那借由父亲节的活动 里长办的活动 那当然所有的候选人 都会拿着竞选文宣来每一个一个来拜托 那当然也希望年底跟里长一起连任 人与人之间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嘛 那人与人之间只要遇上了 感觉上互动不错他就有可能把票投给你 所以我也很谢谢说里长愿意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跟选民之间有互动 那借由互动让我有机会 可以争取选民的这张选票 我们永春里的许慧来里长 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活动 也借由这样的机会 发放一些物资给我们里内的好朋友们 同时我们包括区公所健康中心 很多的同仁也都来协助 也帮一些长者做一些简单的 健检的相关的服务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中原普渡的过程当中 提供大家不同的选项 也让我们更多的里民 互相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联谊跟交友的活动 其实我们里长办活动非常用心 大家看得到沿着7楼 我们已经超过100公尺的长龙了 还好这边有7楼可以遮阴 所以不用直接晒到太阳 所以大家里民参与的非常踊跃 所以其实只要里长用心在办活动里民都感受得到 也都愿意来积极的参与 很多议员也送来白米 然后口罩 然后很多扇子 然后使这个活动很圆满热闹 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也感谢辛苦的志工 然后也感谢所有丽林的贵宾 更感谢您的采访 谢谢 这场感恩乐活动在咏春里里长与团队的用心规划下 让里民们快乐地度过了假日时光 许慧兰里长也祝福辛苦的父亲母亲们 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礼与证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能你来拿 想请请下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为了避免长者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中家宽屏常得有限电视来到有着长寿社区之称的台北市中山区荣州里 举办媒体试读课程 透过贴近生活的案例 传授长者辨别假讯息的技巧 透过简单明聊的动画短片并且举例生活中常见的假讯息 像是长者们最关心的养生保健以及各种金融诈骗 贴近生活的案例 提醒长者面对可疑讯息 切记小心求证 同时千万不要随意转发 中家宽屏常得有限电视前进社区推广媒体试读 这回来到台北市中山区荣州里传授辨别假讯息的技巧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比如说现在LINE的 尤其现在大家都用LINE 手机LINE的假讯息非常多 比如说他会传一个简讯说你点结有大赠送 什么可以有优待买一送 这是其中之一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电话假电话说我是某某银行的服务员 你有需要什么借款贷款 怎么样我们这有优待 或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认识的亲人 他临时需要用钱 然后他就跟你说我是某某人的 比如说我们成里长 成里长的助理 他刚好现在需要有需要用钱或怎么样 那就是大家能够帮忙一下 那大家想说对里长的信任 所以大家就毫无疑问也不经过确认 没有打电话问一下里长 大家就把钱汇给他对方了 都有还有什么股市诈骗 比如说我帮你名牌 然后你就听了对对我最近亏很多 那好我试看看怎么样 这个就类似诸如此类的很多 所以都需要查证 不要说轻易的就是点选王子 或是相信别人这些都是要经过查证的 就是说我们因为年纪都太很大了 所以说要注意说一些来路不明的消息 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有消息的来源都一定要查证 是否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才去传给人家 不是真的话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课程中还透过有奖贞答互动 加深长者对分辨求证假讯息的重要性 被称为长寿社区的龙州里 里内光是70岁以上的长者 就有700多位 如何避免长者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就更显重要 龙州里这个新兰化的这个社区 长着很多 刚刚我提过就是 70岁以上的就有700多位 那很多是跟外老住 有的是毒鸡 那我是希望他们能走出室外 动动脑 动动手脚 比较不容易失智 也不容易去老化 所以我们才用这个 有关于这个长寿的关怀祭典 很谢谢蒋婉安委员 跟叶林船副议长他们 经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才有这个场所 慢慢的在这个 开始经营这个 有关老人家 如果去照顾他们 我希望呢 慢慢把它扩张大 现在地方太小 那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来 慢慢把它扩张大 很好啊 因为这个可以 向你们办这个课程 那老人家 才知道比较不容易受骗 你在家有些街道 拉一下电话 就会被骗 也有可能 所以出来宣导一下 尤其对老人家 是有好处的 资讯爆炸时代 不分男女老少 都可能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中家宽平 善尽媒体责任 深入社区 杂根媒体试读教育 要让每一位民众 都能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媒体试读在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松山区公所延续去年 叫好又叫做的单身联谊活动 今年特别规划 亲熟领主 以松山之恋幸福放送为主题 首场安排北市知名历史建筑 林安泰古措捐印体验 以及花博天使馆下午茶等多项内容 让参加者可以喜结良缘找到伴侣 在花博天使馆进行匕首画脚游戏炒热气氛 或是在林安泰古措内进行捐印首座 就连搭车时也安排抽卡牌活动 就是要促进参加者相互认识化解尴尬 松山区公所以松山之恋幸福放送为主题 举办青熟林单身联营活动 结合多项互动游戏等内容 让参加者在浓浓古风与冲冲绿域之间 喜结良缘密得爱侣 手举起来 对 耶 这一次的活动安排比较特别 我们特别带着大家去到林安泰古措 来做相关的首座体验 另外呢我们的松山持幼宫也提供了爱情所 让这个参与的这个活动的民众呢 能够带着爱情所到我们宫里面去拜拜 然后也可以过如祈求好运 那希望呢大家透过这个联营活动 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另一半 今年的活动比较特别 我们特别安排到林安泰古措 来做这个相关的活动体验 那另外呢我们持幼宫也有提供了这个爱情所 让我们参加的这个朋友们呢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爱情所 来够认识他的这个命令的另外一半 为鼓励并支持年轻族群 至少完成人生目标 这次松山区十三街庄信仰中心 松山持幼宫也特别为所有单身联谊参加者 准备特制爱情所祝福大家 幸福解锁爱情营门 我想这几年我们这个松山区公所办理的这个 未婚联谊活动都受到民众很热烈的欢迎 所以都是秒杀的活动 那这一次参与的人呢也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希望呢大家日后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松山风情的脸书 那我们有相关的活动都会在这边靠上网 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参加 为促进更多良缘并推广人口政策 区公所将于8月20日 在加码举办一场单身联谊 报名时间及活动相关资讯 欢迎锁定松山区公所官网最新消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商业处辅导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 扩大举办牛肉面国际大赏 邀请业者参加 并且将在9月17号及18号 在圆山花博办理成果和嘉年华活动 为民众介绍经典美味的冠军牛肉面 以太极图案碗为特色的牛肉面 让民众一次可以享用两种汤头 还有摆盘与小菜都讲究的面套餐 宛如艺术品 更有曾获得冠军在牛肉面界脱颖而出的好味道 全聚集在牛肉面国际大赏活动 角逐宝座 台湾牛肉面是国际美食 但是阿姨它是荤的 所以吃素的朋友们 就没有办法来品尝这一道台湾美食 所以我们就跟他 会了一些苦心 用做荤食牛肉面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道素食牛肉面 所以由荤食店推出的素牛肉面 因为我们应该是第一家 那苏民朋友们也觉得由荤食店做了素食 没有素味 好吃 现在是奔香走告 我们点取的肉就是植物肉 那有一些像是香菇梗 来做成素肉也蛮不错 甚至用大豆蛋白拉湿的 还有一些它特制的一些人造肉 这样方式就完成 几乎是它的还年度达到90%以上 现在吃素的人感谢我们 他说让我们能够让他吃到牛肉面的感觉 甚至有些有分转素的朋友 他说终于让我回到原来的吃牛肉面的感觉了 那位在国家图书馆的里面 那我们的大师他所做的牛肉面 是番茄牛肉面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然后呢都是手工做的 面也是自己做的 那因为牛肉面算是台湾的文化 那爱台湾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些 爱台湾的表现 所以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个牛肉面大厂 那主要是说把牛肉面呢 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牛肉我们今天有分了有牛腱 牛筋 牛肚 还有手工的牛肉 手工的面 还有小菜都是手工的去雕花的 这是特别为了这一次牛肉面大厂来做的 我们是在2020年参加那个牛肉面比赛 有奖冠军牛肉面是番茄组的 那我们家特色牛肉面 就是我们有别于一般 它是用红烧番茄 那我们店家所采用的是这个清炖 那个番茄 那就是没有什么红烧啊乳包的味道 那纯正天然番茄风味 那比较浓郁 番茄喝起来是很纯正很浓郁的番茄风味 然后搭配这个澳洲的牛腱子心 那这个可以享受到那个比较纯正的风味 那我们的面条是搭配日式的那种拉面条 细的拉面条 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吸附那个番茄牛肉的汤汁 在吃面在吸那个面的时候呢 会更能够充分的吸附在那个面条上面 商业处与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办理评选大赛 期盼复制产业提升竞争力 提供大展厨艺的舞台 辅导传统店面多元经营与行销 邀请业者参加点亮城市美食特色 2022年我们会扩大举办 所以今天只是一个真见的进展会 就有这样的规模 接下去到8月底到9月份 我们都在在8月底之前 能够把所有的草商 然后麻烦尽量来报名 然后9月份的时候 会在花博旨外的盛大的牛肉面加点滑 那今年非常的兴奋 是我们终于可以 在一个地方 我们来办一个可以品尝的地方 我们希望这一次牛肉面节 可以恢复到我们疫情之前的溶解 那牛肉面的特别业在这段时间都很幸福 那我知道 因为现在要分料理包跟新食族 因为料理包 现在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刚刚看到水美姐姐也一直在卖牛肉面 所以表示大的餐厅 好的饭店 也都加入了牛肉面的行列 台湾人非常喜欢吃牛肉面 我想尤其台北人 特别喜欢吃牛肉面 所以牛肉面是我们台北各个商圈不同的风景 它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几乎成为我们平常一个礼拜 至少14亿次的礼工 所以我们希望牛肉面 所有的业者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如果各位吃过我们的冠军牛肉面店的话 因为牛肉面的身体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牛肉面节 接下去它会成为厨师 还有商店 餐厅 镀金 荣耀 也就是得到台北牛肉面节的冠军 牛肉面店 胜利都会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我代表市场 谢谢大家这两年来的辛劳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影响一个崭新的 提供大家买回去自己吃 因为这是一个宅经济的一个延伸出来 无论现在的五星级饭店 然后网红 然后各个店家都在做料理包 然后这个料理包市场非常大 我们今年是以产业辅导为主 所以我们今年的金牌 鲜石组有分红烧青炖番茄 创意有四组 每一组我们都会发出一面到三面的金牌 两面到五面的银牌 三面到八面的铜牌 然后让大家得奖之后拿这个奖项 自己回家自己做广告行销 就是一路金瞻 但是不是每个比赛都可以得奖 那今年我们牛肉面店 也是以鲜石组为主 就是现场比赛牛肉面 你自己带着生肉带着骨头到现场去熬汤 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提供主好提供给评审来试吃评鉴 那我们就以金牌银牌铜牌为主 今年现场天调非常的精彩 所有厨师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并且一个非常非常的稳重 必须要有一个基础 才能参加现实的比赛 要不然比赛煮出来的东西 三个小时要煮四十几碗是不容易的 参选得奖前三名 与优选的牛肉面店家 9月17、18号 会在圆山花博公园 办理成果记者会 与嘉宁华活动 另外还有历届得奖大赏 余昊牛市集活动 吸引国人关注台北市牛肉面产业 台北市牛肉面国际大赏 正式开跑 台北市信义分局调查起汽车火警案 调阅周边监视器意外发现一名居无定所的窃盗通缉犯 连续三次锁定一间公庙 用自制工具偷取香油钱 远景多日埋伏将他逮捕 男子鬼鬼祟祟到庙里 利用工具偷走香油钱 来到了另一间庙宇 男子继续偷 过程中不忘注意现场有没有惊动其他人 但嫌犯似乎偷上了瘾 台北市信义区三间公庙接连发生窃案 你知道自己被通弃是不是 你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知道啊 你都躲在山上 你躲在山上就是要躲警察查 查气是不是 嗯 信义分局 胡德街派出所远警 调查车内车辆遇遭毁损案件 意外查出 庙宇功德香内之香油前遭窃取 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 所第一名如姓男子 设有重嫌 扩大清查该嫌公社及本家 4月8号、7月3号及7月18号等 三期香油前遭窃案 乃据以侦办 经查如嫌居入定所 藏触摸于大台北地区登山部导 定清查身份发现 该嫌疑似台北地检所发布置 窃盗空气犯 经专案人员分析其经常于 建坛捷运站一带转乘公车 遂经多日埋伏 于7月21日順利将其查契到案 如嫌对于窃取香油前之犯行 均坦诚不畏 警方接获报案在附近山区 逮货这名男子 发现他是一名窃盗通气犯 平常搭公车行动 神明面前也敢偷香油钱 警方依窃盗罪嫌将他移送偵办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道 国际金鱼会是由各行各业 企业加精英所组成 透过商务合作推动公益 去年7月成立的台北金华分会 在金华酒店举办交接公益晚宴 现场贵宾云集 由国际金鱼会总监林振鹏 进行尖交 除了恭喜新任会长方容酒接任 也感谢谢任会长李依华的付出和贡献 国际金鱼会总监林振鹏 为新任会长方容酒披上彩带 正式将台北金华分会会长一职 由谢任会长李依华手中交棒 在金华酒店举办的交接公益晚宴 现场近百位商务人士 各行各业精英以及民意代表 中山区多位里长 中山区公所副区长都出席参与盛会 用行动支持金鱼会推动公益的理念 我是金华会第三届会长方容酒 我目前是劳资顾问代表 很开心今天可以在台北市金华酒店 举办金华会会长交接仪式 以及公益晚宴的活动 那我们这次呢 我们金华会呢 其实是一个就是以商务交流 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团体 但是我们在从事商务交流活动之余 我们其实不忘呢 就是分享 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社会 公益方面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借由这次交接典礼的一个晚会 那我们也有邀请了呢 台北市有五个里的里长 那请这个五位里长呢 然后做代表帮我们呢 就是赠送呢 一些必须要的一些资助 给这个该里的一些里民们 然后呢 就是我们来从事这个社会公益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想我这一届呢 会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呢 我希望呢 透过更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帮大家呢 在做商务交流的时候 能够更加容易 然后呢 我们的公益活动 也可以长长久久地继续进行 那帮助各位企业家呢 可以有更加杰出的一个表现 让事业呢 更加顺利 稳定成长 我是第二任的进华会的会长 然后今天准备交接 然后我是事务基业代表 就是银记银表基的 然后在我们这一届里面 我觉得最快乐就是 我们是一群公益商人 我们是国际的公益商人 我们 虽然我们不久 我们成立不久 可是我们非常的有活力 然后 在我这任里面 我们办了两次的公益活动 第一个 我们取的易光游泳院 在新店的易光游泳店 然后 有请他办活动 请他一起分食 然后也 把我们剩下的接管 全部交给他们 然后也在一次讲座里面 我们也请了少年 桃源少年之家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也很欣赏那位牧师 能够把迷惑的少年 带回去正途 虽然商人 可是很希望碰到这些活动 我们都很兴奋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我们社区的部分是这样 因为我们总监 是因为我们在中山区 所以我们这次活动 特别也定在金华酒店 在中山区 所以我们这次 当然就是刚刚报告 我们请了一些里长 还有我们都是我们 中山区的议员 我想说我们不久不打 可是我们要紧跟 让我们的这一块地方 更有活力 更完善 更圆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金鱼会的logo 它下面那两个 其实是两条就是抽象的金鱼 它是两条的金鱼 那一只金鱼是代表商务 商务的合作 那另外一只金鱼 它代表公益 这样我们有金鱼合作的精神 金鱼的勇气跟智慧 然后一起来把这个公益做好 国际金鱼会 是由各行各业企业家精英所组成 总监林振鹏表示 金鱼会成立的宗旨 是希望改变世界做公益的方式 透过商务合作 开拓事业伙伴 进而出钱出力 推广公益 好我们的金华分会 是我们国际金鱼会 那在全世界成立的第一个分会 那他在2021年的时候 7月1日成立 所以至今已经成立了超过一年了 那我们也交接到第三任的会长 那第一任的这个创会长 是这个王春燕女士 那第二任的这个会长呢 是我们的李一华先生 李一华会长 第三任是我们的方龙九会长 那在这三位的会长的这个奋斗之下呢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会员了 那里面的包含各行各域的企业家 然后会计师律师 还有医师 还有银行业 还有上市柜的这个高级管理阶层等等 那我们主要的是一群公益的商业家 那我们这是利用商务合作的力量 然后让彼此的事业做大 然后再把这个商务合作的这个收获 然后来做为这个支持公益的力量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 一群公益企业家的团体 好 金益会的宗旨呢 其实就是我们是用商务 用商务来支持支持这个公益 用商务来支持公益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未来也会有开 在全世界各地呢都会有开拓越来越多会 然后让更多的这个 有志于公益的企业家能够来加入 那一起来壮大 这个公益的力量 然后一起来 让我们的公益力量成为向上向散 那让企业呢成为取之于社会 然后用之于社会的这个 现在的这种 像是这种公益社会的 公益企业的这种方式 好 那藉由大家的双手呢 我们热烈来欢迎 鼓励我们的这个整个领导团队 现场也公布由方荣九会长 所带领的新领导团队 方会长也期许在接下来的任期中 继续壮大台北精华分会 让更多人加入团队成为伙伴 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心力 记者领寄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农历七月基隆中正公园每年都会开灯放菜 让竹谱团的耀眼灯光指引好兄弟来到阳间 接受民众的普度 今年轮值竹谱黄信中清会特地邀请总统蔡英文 市长林又昌以及立委蔡适应一起主持开灯仪式 请点灯 掌声鼓励 登到的话 时间一到竹谱团大放光明 五彩灯光加上烟火齐发 普渡仪式也跟着展开 希望暂时回到人间的好兄弟 可以享受丰盛的贡品 在这里不怕好兄弟大家要光临 只怕好兄弟不闪光 谈前的上千盏灯 也将极用的夜晚点缀得耀眼夺目 除了传统技艺的镇头五龙五师 楼鼓声正翻天以外 全部的花车 我们是以感恩为主题来展现 感谢上昌的束缚 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 Omicron疫情终于渐渐过去 谢谢他们 台湾各县市房市中心会的理事长 台湾房市中心总会前提李建市 在总会长南六企业公司 黃青山董事长带领下 专程北上 共同见证参与采接游行 证明台湾房市中心大团结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我们摆脱以往教坛的方式 放心布置竹谷堂 为老大公 为好兄弟 打造今天这座七星级的大酒店 让他们住宿 今夜开灯放彩 灯火照亮夜空 祝福我们的国家 国印昌荣 总统蔡英文 金融市长林又昌 和立委蔡思英 与伦子竹谷的黄姓中心会 共同主持开灯放彩 我们在忠言普渡拜老大公 祈求台湾顺风顺水 国泰民安 看到我们乡亲们的笑容 更加相信我们台湾人 不只热情参与宗教文化活动 也很热情的交朋友 最近 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都来台湾 用行动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这都是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守护民主自由 有国际才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就像过去这段期间 大家团结克服了疫情 展现台湾人的坚力和韧性 我要真的要谢谢大家 跟我一起打拼 因为大家团结 我们共同克服了疫情 之前停办的放水灯 花车绕境游行 终于在亏为两年之后恢复几半 代表我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我要谢谢各信师中庆会的无私的付出 和我们乡亲的热情参与 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团聚在这里 基隆中元祭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俗祭典之一 更有传承全台最完整的祭典刻意 今年已经传承了第168年 中元祭的精神象征着族群的融合 凝聚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认同 不仅是基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资产 越在地就越国际 基隆的文化跟公关价值也就绝对是国际级的 所以这几年 又昌市长和市府团队很用心 也很有执行力 带基隆走向国际 像是前一阵子启用我们国门广场 让我们一走出车站 就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光荣感 还有今年的城市博览会 也让我们看到基隆的焕然一新 我也很期待 未来在我们新的市长带领之下 可以延续佑昌市长的政绩 带领基隆大步发展 我们中元祭的活动 总统在2019年的时候 就一起参加了基隆的中元祭 还跟我们徒步采接了一段 那今年呢 开灯放彩的仪式 蔡英文总统更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来参加基隆中元祭主谱 开灯放彩仪式的总统 大家是不是也来 谢谢他对基隆的支持 那千言万语 我想我们中元祭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族群的融合 过去张权泄斗 死伤无数 但我们用正头的比拼 来取代这个拳脚 以及取代这个相关的一些泄斗的伤亡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族群的融合 是一个中青的团结 那利用我们祖谱的一个活动跟仪式 把我们所有相亲 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那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和谐 然后中青中长的生活 也能够更和平 然后更安全 所以这传承了168年的一个历史 跟他的一个精神 我们在今天呢 原汁原味的来进行 也希望这一番心 追求和平 以及追求族群融合和谐的这样的精神 永远都存在我们的社会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跟科宜活动的一个举行 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 这一个相关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传承 那最后进祝今天的活动 顺利圆满成功 也再次恭喜祝贺 我们黄姓中青会 这一次主谱的活动 举办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总统 来参加今年中元季168年 开灯放彩的日子 中元季是台湾重要的无形资产编号第一号 也是每年基隆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看到总统今天特别来到这个主谱的地方 我相信对于全体的基隆市民来讲 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尤其在疫情肆虐之下 当我们要走出疫后振兴的过程当中 中元季的活动的举办 更显着弥足珍贵 总统的来到代表着疫后振兴从基隆开始 总统的来到代表着过去这几年来 佑昌市长跟市盈 我们长期推动的基隆的城市改造 以及在我们各位中青会理事长的见证之下 看到基隆的改变着然有成 主谱开灯放彩之后 中元季活动最高潮放水灯绕进游行 将在11号晚间登场 去年和前年中元季放水灯游行 因为疫情取消了徒步采接 今年将会恢复举行 预计精彩可期 记者黄烧铭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